1月29日广东深圳 毛小彤现身深圳保安机场 口罩真面的他头戴棒球帽 一件白色大衣显得朴素低调 见镜头一路低头挤走 目前以似一代毛小彤撞见 陈祥出轨的视频引起悬人打波 但其发现有情况后三个小时 急搬离陈祥住处的做法 引起一片好评 背评分手教科书 四年感情 从发现出轨带分手搬家 他只用了三个小时 干净利落地收拾好 大包小裹的东西 头也不回地离开 可以说是非常的帅了 1月25日美妆师 喵夜五秒 报告毛小彤与友人的聊天记录 记录为分手视频当天 毛小彤给友人发消息说 看见他跟江凯彤在家里喝喝 拼称自己手都在抖 让友人一会过来接他 东西我都不要了 友人发图文吐槽陈祥 因为综艺即将播出 希望能和平分手 于是毛小彤一直没发声 但却不停被骂 毛小彤从分手到现在 原本因为感情是私事 打算继续沉默 但持续不断地诋毁漫漫 甚至骚扰到了家人 让他选择做出正面回应 目前他已经走出阴霾 准备继续积极生活 努力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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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